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所谓GDG这个 它是由GoogleDeviluppet Group的 这三个字的缩写 那它是给所有对于 谷歌相关技术 有兴趣的开发者 自发性的参加的在地社群 因此呢 任何关于Google的技术 举凡Android Chrome Devite Filter K8S Firebest 还有Google Cloud Platform 还有一些Product的API 都是我们这个社群 可以讨论的主题 那以我们今天到场的 就有 这个 Android的专家 Kevin 跟我 是Chrome的 那个GDG 那 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我们 右下方的QR Code 寻找你所在地城市的 这个GDG组织 有要扫吗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我们 没有听过的举手 OK 都扫好了 那下一页 当然要工商一下 我们的下一场活动是在9月 它是一个AI跟Security的 AI跟Security的这个Event 那 我们今年首次在台湾 GDG把AI跟Security办在一起 也是我们Security组第一次办单日的议程 那中间会有七位 还算在资安界跟AI界 也蛮有名的讲者 包括等一下的Jerry老师 OK 然后 那 这一场会送衣服 有兴趣的话 扫一下QR Code报名 不好意思哦 工商服务先终终一下 COS Cup有话要讲吗 OK OK 我可以继续了吗 谢谢辛苦的工作人员 那我们9月16号应该是在台大 那 大概AI跟 我们会讨论如何用AI做资安 也会讨论如何 用资安做AI 那有兴趣的话 扫一下我们的码 那我们12月份 每年第四季 我们会有DentFS Day的活动 DentFS是全球的GDG 在当地的技术年会 那有兴趣的可以投稿报名 或是建议我们GDG的几位Organizer 可以办哪些议程 来符合当地的需求 以两年前来说 因为台湾资安法的通过 我们成立的资安组 最近这三年都有资安相关的议程 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扫一下我们的QR Code 那如果来不及扫的 我第二场还是会再给一次QR Code 然后 就是 有第一次来CourseCup的伙伴吗 第一次来的 有没有 这样 大家都知道大地游戏 那那个第一次来的先扫一下 就不讲解了 你等一下有空可以 打开那个OPUS的APP 都玩一下这样 好的OK了 好 下一页哦 当然我要宣传一下干爹 Blend开始支援繁体中文了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这Google的Triple GPT啊 想完了也可以扫一下 基本上我自己测试的结果 我是发现 他比较没有那么玻璃心 讲话比较像工程师啊 我们就Google的你知道啊 蛤 最新的 还在试啊 每一个 每一家都没有说自己还在试 对 好了 下一页哦 那这是我们台湾各城市GGG的分布 那你可以找到自己所在的城市 那你可以找到自己所在的城市 然后掃一下他们的QR Code 进去他们的官网 OK 那还有人 要少吗 没有了齁 那GGG的介绍就先到这边结束 然后 呃 那我们第一场呢 有我们的 呃 Machine Learning的 谷歌技术专家 Jerry武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 中文大型自然语言模型 在Planetune跟GPT的比较 那Jerry老师本身呢 他除了是谷歌技术专家之外 他也是业界在AI 特别是在FactFest 就是那个甲脸辨识这一块 十分有名的专家 他们公司的产品 也在市面上受到大量的应用 那 呃 Jerry老师在这一块 也是深耕了非常多年 那我们GGG今天也非常荣幸 请到他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最新的 Planetune跟GPT的比较 那个迟到了快点 好了 外面还有人吗 我要锁门呢 好了 那我想 请各位同学 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Jerry 杨茜茜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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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是分开了 好 那各位這個朋友們大家好 那我想今天是第一場這個Google派對的這個 這個鬼 然後謝謝房子剛剛的介紹這樣 那今天我們 會比較專注在介紹這個 中文的這個Punk 這個原模型跟GBT的差別 當然 大家可能是來想看看說到底差在哪裡 所以今天會多多比較多的比較在這邊 那大家知道其實 從Input的這個Data來看的話 GPT4它可以輸入圖片 那今天比較我們沒有含圖片 所以請大家不要太期待 就是那個只是輸入文字的部分的比較這樣子 所以主要是以文字為主 因為目前最新的還是以文字為主 那大家中文的部分是 這兩個月應該算是這個月 剛出來所以很新 好那我是Google記憶學習開發專家 那我今年剛剛在兩天前 受到這個最新的邀請 就是我會去參加 這個全球的這個GDE Bootcamp 在美國總部的活動 然後全球只有200位專家可以去參加 所以在DevFest 我們即將我們每年都有DevFest 我大家知道是Google的話 10、11、12通常會有DevFest的活動 那到時候我會帶一些資訊回來 再跟大家做分享這樣子 好那一樣 免不起來還是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Tensor4User Group 其實我們在這個群組裡面已經 已經有一陣子 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Tensor4User Group 和台北的朋友們 有的話請舉手 好很好沒有 所以他那是New User 好 那Tensor4User Group 這全 全台灣唯一一個在討論 Google Machine Learning的 喀發計畫者社群 他是由Google官方認可的這個社群 所以他的地位比較特殊一點 所以你看這個地圖上面 只有一個台灣 是只有一個紅點點這樣 其他的紅點點這樣子 好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都知道 那BAR背後其實是 原模型是什麼 是今天我有講真答 我先跟大家提示 那BAR背後用的原模型會是什麼 是PUN P-A-L-M 那大家就記得說 他背後其實有很多個模型 但是主要的模型的題目 用的模型名稱叫PUN 這樣子 大家記得這個就可以了 好那先看一下 BAR到底最近有什麼 不一樣的地方 在中文的部分 聲音有點小聲不過沒關係 看影片就可以 對 對這個影片也是新的 因為之前 國外美國總部是出英文版的 好 好 欸有用過BAR的舉手 有用過BAR的舉手 好 欸沒有很多人用欸 好好好 好 那你會 如果你有用的話 你有用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下面其實 有做一個非常詳細的說明 就是說 等一下 他會在下面 注意看他下面會寫一個字 很小的 可能大家都用的 不知道 他已經有提示了 他說 這個回答呢 可能會有不準確 跟令人反感的資訊 好 如果責任這個內容呢 就不代表Google觀點 這樣子 他有特別講 所以 這件事情代表一件事就是 GenAI 帶給我們很 新盈的這種互動的模式 但也 也告訴大家說 給我們的資訊 可能會是錯的 好 可能會是錯的 那不管是GPT 不管是 現在 大家看到都是一樣的狀態 好 好 那今天我們會做 一連串的比較 好 好 好 那 免不起來還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全名 好 Punk的全名就是 Passways Language Model 好 所以你會知道 他的PA是一個 第一個是大寫 第二個A是小寫 A是小寫 LM是大寫這樣 因為LM代表是Language Model 好 所以 那現在Punk就出到2這樣 Punk2 那我個人認為 Punk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是 現在GPT 跟不上 缺了GPT 或是OpenAI跟不上 就是他叫MatePunk M-E-D-P-A-L-N 你可以上網查 專門for醫療用的 目前呢 在OpenAI裡面 沒有這個for醫療用的GPT Model 但是 這個Punk是有的 他現在有四個版本 但是前面這兩個版本 目前都 第一個版本 就是GECO 是for這個 邊緣計算的 大家應該蠻多做 那個邊緣計算 會期待這個 這個模型 但現在還在測試中 很快應該會出現 這個版本 然後Alter的話 Alter的話 還有一陣子還沒出 所以現在你會看到的是 Bison跟UniCore 那Bison的話 是現在在 Vortex AI上面用的Model 然後你們現在在Bar上面用的 現在他還沒有講 背後是哪一個 但我個人猜測 個人意測 應該是第一個 就最大的那個 但 現在都沒有明確 他沒有明確的做說明 好 那Punk Model呢 最 大概在2021年推出之後呢 他的訓練的參數是 5400億個參數 就540個Billion 好 那GPT3的話是 1750個Billion 那GPT4沒有公佈 所以沒有人知道 GPT4是多 多大的參數 好 那Punk是5400個這樣子 然後呢 現在目前他可以支援任務 超過100多個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根據這幾個題目 拿他跟GPT做比較 好 好 好 那以論文來看的話 通常論文會 去跟這一個 衡量的做比較 就是一個 MMLU 這一個 的一個衡量標準的一個資料集比較 那 這個比較下來 你可以看到呢 這邊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好 那大家知道最新出到 LAMA 有聽過LAMA的舉手 好 欸好多聽過了 LAMA因素2 對不對 那LAMA2的準確率 還是都沒有 GPT好 因為還是有差 30幾個percent的準確率 所以LAMA1 LAMA2的準確率 大概高個1-20%這樣 但還沒有到那個水準 但你知道LAMA的特色在哪裡嗎 LAMA的特色是 他的training的 Billion很小 可是Accuracy 可以媲美 就是 這個參數很大的 模型的 準確性 所以他有他這個特色在 所以其實LAMA 錄文公佈的時候 大家其實不是看準確性經驗 他是看他的模型 可以用這麼小的Parameters 做到 一樣類似的準確性 所以這個特色在這 LAMA特色在這 所以你不要直接看AVG 就直接定掉LAMA不好 不是LAMA還有特色在 那現在 以LAMA1來看的話 他的訓練參數大概7個 13個 32個65個嘛 那現在最新的到70個嘛 Billion的LAMA70個 但是直到LAMA在 模型上面 他的那個training的那個 所謂的 所謂的資源要耗很多 大家知道可能 你要放個LAMA 你可能要先準備一個 100多GB的 機器插把他跑得動 所以這個是 現在LAMA大家看到 其實 後面 其實每個局的模型都一樣 都是要非常大量的資源才能動 所以你不要想說 你要用 加用顯卡 3070 4090 就搞定一個 東西 通常呢你要好的準確性的話 通常都不會是這麼小的顯卡 可以運作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圖上面看到 現在的 這個語言參數呢 這個都是B 全部都是B 好 所以這個麥克風有點問題 所以都是B B的意思就是說 全部都是以 10億以上的訓練參數在做訓練 好 那換句話說 我們直接 上面有幾個比較的欄問 我們就不看 我們這些 這些都 不看 我們看最後一個平均就好 好 那我們知道這些參數 這些 這些這個平均的分數上面呢 以最好的分數來看 是Punk 69.3 好 那其他的 像譬如說 那個 群群蠟 這個龍貓 這個 這67.5 可能跟他接近一點 可是這兩個是 那個 DeepMind做的 那GP3 OpenAI 那這是Open Source 好 33.2差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準確性 大概69.3這邊 以這個為是最高的 好 那你會看到這個參數 用得相當大 540個B 好 那你會看到呢 69.3 你再回來看這邊 大家看到63.4 你看到這個 很小的數字 他是 LAMA65個Billion的 請問這個數字 540個Billion跟65個Billion差多多 你可以自己呈呈看 差幾倍 假設你算100的話 他至少是差了5倍 對不對 100個Billion的話 假設 對不對 但是他的準確率怎麼樣 跟他有差很多嗎 差6而已 所以我們覺得他特色厲害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 這個 只是很公平性的跟大家說 那個差異在哪裡 沒有說誰不好誰好 各有各的優缺點 好 我們來看第一個 在這個比較上面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問了一個問題 我說請問絕命毒師第二季有幾集 那GPT3他會寫一大堆 啪啪啪啪啪啪 那左邊他就會回一個 這個 有13集這樣子 好 這有對有錯嗎 好像也沒有對 有些人喜歡講多一點話 有些人喜歡講少一點話 好像沒有對錯 所以其實這 比較還可以 那 第二個問題是 可以幫我做語意解析嗎 然後 題目就叫做今天天氣很 就是題目叫做今天天氣真好這樣子 好那一樣 GPT3 他的話也比較多 他就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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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今天天氣很好的 一直講講講講下去這樣子 好那 胖就是 呃 話比較少 就是剛剛前面那個方奇說的 工程師的語言 工程師的話比較少 你要吃什麼 吃 你要吃什麼飯 飯 就是一句話就要解決了 很乾脆 但是呢 呃 講到中文諺語的時候呢 這邊就 他的話就不太一樣了 因為工程師很喜歡做一些 解析分析 所以你看他這個 講那個諺語的時候呢 左邊呢 胖他就講得比較多 好 他會自己把它翻成一些 呃 相似的諺語 比如說中文有哪些諺語跟他很像 他就把它 順便講出來 好但是GPT3沒有 GPT3沒有 沒有什麼for example 沒有 他就直接就把 這個 呃 就是 這個字意上直接就顯示出來 所以兩個還是有差別 兩個還是有差別 好 還好我們考一個數學題給他 還有兩個都答對了 我很怕 因為大家都開玩笑說那個 大型原模型的數學都是 中文老師教出來的 他中文不好 好 對他這個其實還好中文是好 兩個都是對的 大家可以自己加加看 也是對的 但是我建議 不要考他數學 真的有時候會有問題 這個很多人都有說 好 那以程式碼來看的話 那其實沒有差太多 但是胖的話他會喜歡 呃 講一些比較細的東西 那 GPT3呢 他就是 呃 稍微 稍微講一下這樣子 所以程式語言的部分 他的註解會稍微 講多一點點 但還是看題目啦 但是目前測下來 就是這 大概長這樣子 那目前我們題目是 請他看程式碼 然後走出bug 然後並上中文註解這樣子 好 好 然後再來這個題目是 呃 哪裡是世界上最大的 西班牙語言程式 然後這個答案 其實兩個都是一樣的 喔 就是都是講墨西哥層 那一樣 這種東西呢 GPT3 他就會回你說 他的知識截止到 2021年9月 好 那Google這邊他就沒有 回你這句話 他是取最新的資訊 然後就回 回他的那個 基本的東西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考到 很難的東西了 我們考到這個叫做 閱讀理解 閱讀理解就是說 我今天呢 我給他一篇文章 然後我問他 我故意問他說 你看完這篇文章之後呢 呃 我的題目就是 漢字在中國什麼時候發明的 但是這在 答案就在這裡面 啊請他從文章裡面找答案出來 好 這題目就稍微難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 其實兩個都是對的 胖的話他就直接講說 漢字是中國 上古時代的華夏族人所發明的 然後可以追溯到西元什麼 呃公元前什麼 1300年這樣 那GPT3呢 他就是 也是自己講了一段 齁 那 兩個講的差不多 一樣GPT3他的 他的話比較多 他的話比較多 好 好 再來我們又考一個另外一個難的 他叫邏輯推理 就是 我們會 請他 題目在右上角 他說 他說媽媽把沙發從客廳搬到庭院 那為了空出多一點空間 齁 因為圈圈太小 他這個請他把圈圈做填空的動作 然後呢 胖就直接推說 根據邏輯推理 是講客廳太小 好 那所以他就自動把 媽媽把沙發從客廳搬到庭院 為了多一點空間 表示客廳太小了 所以要給他講客廳 好 那GPT3這個時候呢 他就 直接填空 他沒有講解釋 他直接講填空 因為客廳太小 好 注意看這個東西差在哪裡 差在他對邏輯的推理的說明 在胖這邊他比較強 就是你如果今天要跟他講一段話的時候 呃 在過去的training方式 呃 現在流行所謂的這種 呃 邏輯 邏輯的training 邏輯的training 譬如說instruction tuning這種方法 那在這個方法底下呢 他所產生出來的結果 突然會有邏輯性在裡面 好 好 這個就真的錯了 GPT3就是亂掰 好 地球一天轉幾圈 一圈兩圈二十四圈三百六十五圈 然後GPT3直接猴然說二十四圈 一天轉二十四圈你們不會暈嗎 呵 好 為什麼你知道他邏輯是什麼啊 他在講邏輯 他說 因為呢 二十四小時所以轉二十四圈這樣 一天二十四小時轉二十四圈 呵 呵 錯了 答案是一圈 左邊 好 所以因為呢 因為轉一圈 所以 你會看到太陽上去跟下來 那請問轉二十四圈會怎麼樣 你就會一個小時看到太陽三十三啊 你就一天一個小時經歷 早上跟晚上這樣 二十四圈這樣 有可能嗎 所以GPT就是猴然 好 這就沒有對了 這就是錯了 好 那電話 再來我們問一個這個比較偏那個 模式辨識的 我說 電話的號碼的格式是什麼 好 那胖就直接說 這個 加8867 因為他是以台灣為主的內容 所以他就回台灣的東西 好 然後他就會說請注意台灣電話號碼 中部使用風格符號等等 好 那GPT3呢 因為他並不是 特別for台灣去設計的 所以他右邊回答就屬於是通用型答案 通用型答案 所以你會看到 在 額 Google這個胖模型上面有個很大特色 其實他很多內容其實還是會訓練來自於台灣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過去畢竟他還是以這個 多國語系的資源為主嘛 包含Google翻譯等等 所以其實他訓練資料其實也是會稍微不太一樣 好 然後再來就是翻譯的題目喔 今天是好日子 然後請他翻成英文這樣子 那Google你知道他很強就是Google Translation 所以他他翻譯就會 給你一堆答案這樣有沒有 給你一堆答案 那GPT3他就是一個 一個這樣子 好就一個答案這樣 所以其實兩個還是有差 好 就內容上面還是有差 好 這這題就有點難了 這題在考他的是笑話的解釋 我們我們考他的笑話是叫做 劉備自弦德張飛自義德五百字心 問號問號心得這樣 故意的 好故意的 然後這個時候呢這句話過去 他其實 他的字面上解釋是一樣是 有有頭有理但是呢 他的 他是以弦音的方式做解釋 因為他這諧音的是 這是五百的五 這個 他把它解釋成是五百的五 好 那這邊呢 真正其實是跟五百的歌曲 是有聯想的 所以兩個笑話的解釋 他這邊是標準答案 那這邊是有錯的答案這樣子 好 所以他解釋的內容不太一樣 那以方向來看的話 是左邊是對的 好 那 字有點長啦 有興趣的話 我們之後簡報公開 你們再去看這樣子 對 好 那這題是 請問重力加速度是多少 好 那左邊跟右邊都 回答得差不多 好 這沒有太大的那個差異 只是呢這個左邊的話 右邊的話他會 講一些要注意的一些物理學問題 那左邊的話他是 就沒有特別提這樣子 好 其實兩個答案不會差太多 好 看完那個前面這些比較之後呢 我們也來就是做分享 其實我在好幾次場合都跟大家分享 就是 如果你要訓練一個 重訓練一個自然源模型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好 在2019年的時候 有那個很多學生 研究生都問我說 欸老師這個 這個訓練自然源模型 是不是可以自己做 好 當年我就已經 有說的是未來不太可能 好 那果然現在越來越 越來越不可能 但是你可以對模型做fine-tune 好 那fine-tune的方法很多 像很多fine-tune玩 fine-tune是整個fine-tune嘛 那也有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prong-tuning 叫做p-tuning 不然有沒有聽過 p-tuning 好那就是prong-tuning 那也有現在流行的instruction-tuning 這都是新的tuning方法 但是fine-tuning是比較這種 比較說準確率比較高的fine-tuning方法 那如果是p-tuning 跟instruction-tuning成本比較低 比較快 所以各種不同的tuning的方法呢 會在未來一直持續發生 但我們如果來看它的訓練成本 的話 你會發現以prong為例的話 它一天的訓練成本是47萬美金 就是47萬美金你要花一天的時間去訓練 那一天 但是你知道pong訓練的時間 不只是一天 它要訓練好長一段時間 那為了強化這個訓練的效率呢 他們是採用tpuv4的版本去做訓練的動作 那這個成本是我們幫大家換算的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就是 就是語言模型現在基本上training的這個時間 可能training的成本都相當的高 那譬如說以LAMA的話 LAMA的第一代 就training二十幾天 那以Bloomberg GPT的話 也training了幾個月這樣子 所以這個都是一些training的成本 那我們只能拿它來做fine-tune 那你會好奇說 老師那個fine-tune的成本大概是怎麼看 那fine-tune的成本基本上是落在2-30%左右 training如果是一天是47萬美金的話 那fine-tune大概就是 大概是47萬美金的20%到30%左右 是它的微調成本這樣子 但是呢 重點是不是你做一次fine-tune就對了 因為你還要做好幾次微調 所以它的相對應成本都 還是有一定的成本在這樣子 好 那這邊就是在學術研究上面的比較結果了 這邊很多比較的資料集啊 比較的分數等等 這是比較衡量標準 它也是比較資料集 它這邊是比較資料集 很多 那你可以看到說 在上面是one-shot 0-shot 就是那種 你沒有特別fine-tune就直接用 就one-shot 0-shot這種東西 然後future就是大概做5次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那準確率的部分 在pump的部分 大概都落在81.4 那pump2的話是落在86.1這樣子 所以以目前的大型原模型來看的話 還沒有一個原模型說 這些資料集都解掉了可能都90幾%這樣子 其實都還沒有到這個水準 那你可以上網看 呃 叫做 Paper Switch Code 你可以上網查這個網址 那上面有非常多那個比較 那你可以看一個題目叫做 Cration Answering 好在某一個資料集 就是這是for旅遊用的資料集 你可以看到大家一直在上面比賽嗎 好那比到 這個去年的時候 GPT3出來之後就175個Billion 就future的時候做到70% 然後你在往上走 就是後來出的就是pump 540個Billion做到80% 現在pump2做到80塊90% 接近90% 好那隨著時間發展很快 這兩年一直是自然原理解這個領域的爆發 所以你看準確率會一直往上走這樣子 好那這張圖是另外一個蠻關鍵的圖 就是他這邊是拿GPT4跟pump2做比較的圖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比較的資料集 那有中文的 那中啊不是講說不是種中文 是我把它翻成中文的這個說明 比如說CSQA就是針對200K的聊天資料集做比較這樣子 好那 那SOTA就是之前之前比較有名的模型的分數 那GPT4他只有比到前面三題 後面四題都沒比 好那你可以直接我們就看 出題字 GPT4最好的是在多選題ARCC這一個96.3的準確率 那pump2的話他就是95.1其實有差 他比較他在這一題這個比較上面比較沒有那麼強 好但是呢 pump2在44K問答題這個 44K問答題的部分 好是90.9跟87.5 所以他是剩 好他是剩 好那其他的比較上面呢 呃以這個96K問答題的爬蟲呢 這個大概是85.0 他還是剩他 好所以其實我覺得他是有點 嗯 評分秋色 沒有沒有說評有說非常差非常好 都差不多這樣子 好那比較特別要注意下面這個 就是考數學了 現在所有的學者在研究那個gen i怎麼解決數學體 雖然過去有很多很好的模型 但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isota的話 這邊是50.3 好那GPT4這邊做到40.5而已 pump2這邊也大概做到45.5 45.2 好這是我們多年 呃幾年下來的心得 就是發現說 gen i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他是會幻覺 他的幻覺很嚴重 就是他會自己去想像那個數字該怎麼算 可是都是錯的 好這個這個問題現在目前還 大家都還在解 還沒有說找到很好的解方 所以 並 所以這邊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你的 AI的題目 需要做數學的話 有很多數很好的數學題模型 你就用他就好 你不要用gen i 好就是我們叫做多模型的處理 不要想說你要用gen i打天下這樣 因為他題目真的數學真的做得不太好 但是小學數學的話 目前看起來 呃 像以pump2的話可以做到79.2 對不起 92.2 那gpd4也可以92.0 所以小學數學的話 他做的還算不錯 好 那這個這個 這兩個都是 可以做到80幾 那gpd4在多語言的小學數學 他就不做了 好 那可能在多語言的部分 Google這邊多語言比較強 他大概會 會支援100多種 所以所以未來在多語言的小學數學上面 Google會有比較大的競爭潛力這樣子 好 那大家有好奇說 這個 這個實際上那個系統的部分呢 我大概很快給大家看一下 就如果你未來 你想要做訓練 就是說 自己做訓練 有些可能同學要做研究啦 那你可能就要上這個 Google Cloud上面去做 好 那短時間內 短時間內有 如果你要玩到 就是剛剛講那個 Bison等級的 Vertex AI的話 你就要到Google Cloud 然後你要這邊 就是 選這個 Vertex AI 好 有聽過Vertex AI 的舉手 Vertex AI 好像也不多 好 那你就要這邊選 選完之後 你就進來這邊 第一個 這個 我操作得快一點點 就是稍微 可以上網查 應該也看得到 然後就這邊 try now 中間這個 好 這邊有一個叫做 Prom2 for text 不用選它 你選這一個 第一個 你會看到這個字 剛剛我們提到 那個模型有好幾個版本嗎 Bison就第三個等級的 Unicorn就是現在 我個人猜測是在 bar上面用的 然後就打開這個 那大家知道 知道prong的舉手 prong這個詞 提示 知道好 那就知道 在這個地方你就可以下prong 好 下面 通常我會改成這個 就是你這邊下prong之後呢 這邊下input 所以我舉個例 我這邊就是 給他一篇 非常 1萬多字的 的context 好 然後你就在下面 把input問他 好 那你就看到 我現在是問中文 我想要買顯示器嗎 可以推薦 介紹他嗎 然後就 就是 巴拉巴拉巴拉 那就是可以支援什麼東西 根據那個文本回答 然後 好 這可以給中文的 好 那 上面這邊 我們測下來 你的提示呢 要寫這個 好 我講一下這句話 這句話就是說 請他according嘛 就是根據我們的content去 去講 回答問題嘛 我這邊有寫content 好 to answer the question 然後三十個字嘛 然後 如果裡面沒有東西的話 那就請你回答 sorry cannot find an answer 好 然後之類的 然後我們測下來發現 用cn的話 他還是可以 我們是 呃 應該算是我們是traditional trianese對不對 你這樣下會錯 下他不會出來 他不會出來那個 這個 繁體中文 他會出來簡體中文 所以你要下的是 強制他就是台灣trianese 他才會變成這樣 那可能未來會改 那我們現在測下來是這樣 就是你得要告訴他 你要用台灣語言 他可能已經把那個 傳統的那個繁體中文 跟簡體中文混在一起講了 所以可能會造成這個錯誤 不過我們現在測下來的時候 要特別跟他講 他才會給對的 不然他會 呃 如果你在內湖看過我分享的話 其實他是簡體中文 但現在是 你可以看到是反體中文 好 是可以 是可以用的 只是 你下prong的方式要對這樣子 好 好 然後 那如果你對Vertex AI很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上網查 他其實有非常多的功能在裡面 那我們今天就只針對 剛剛講的大巡顏模型的測試上面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效果 好 然後未來在Vertex AI跟GBT一樣 他都會給你做一些 fine tuning的一些工具這樣 然後現在 Google官方其實有分享很多下prong的一些訣竅 好 然後再來就是Google官方也很多程式碼 是跟LangChain結合在一起 有聽過LangChain的舉手 好 謝謝 你可以上網查 把Vertex AI-LangChain Vertex AI加LangChain 他就會告訴你說 你怎麼用LangChain 在Vertex AI上面去實現這個API的交互這樣 那上網很多範例 你可以上網去查 好 那我這邊的範例有一個可以大家帶走 就是 如果你自己想要 train你自己的Language Model 在 我們測試下來 在TPU上training 然後 如果你是想要在這個TPU上training的話 有很多種方式 那現在就是 會建議在線上training之後 在線下Inference 那這邊有個code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玩玩看 自己從頭去training一個原模型怎麼做 那你可以 clone那個code 在右邊的QRcode 你可以去刷 那上面會有一個方式 就是教你怎麼去做 GPT的模型的 GPT模型的training這樣子 然後 也有一些 好 有一些說明跟教學在上面 但是是英文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玩 那他的training的模型 是based on在GPT2 但 其實你也可以自己把參數 做一些強化變成GPT3的版本 然後 dataset是用CNN的 新聞資料去做training 這樣子 好 然後 這邊是有 這邊是剛剛 那些 training裡面呢 可能有些同學興趣說 那TPU怎麼training GPT 那這邊有個程式碼 大家可以帶走 就是用大概20行的程式碼 去訓練一個TPU 然後它是用在落地板的 現在在 業界裡面的 流行的做法就是 都是線上training 線下Inference 我不知道大家的那個 就是理解程度怎麼樣 就是線上訓練模型 線下做推論 因為 訓練模型的成本太高 而且它是一次性的 或是兩次性的 它並不是說一個 長期都要用 所以其實都是分開做這樣子 那 線上的training code 你就可以在這邊 那線下Inference 就看大家的硬體潛力了 因為線下的硬體就要夠強 才可以做Inference 也不是說你用一個 有些可以用顯卡做 那如果你要用顯卡 一般的遊戲顯卡做的話 就要記得一個關鍵叫Lora 你可以上網查 那個模型就會 那個模型就是可以幫你把 那個大模型縮小 縮小到在iPhone上都可以跑 但是注意 只要記得你縮小模型 就代表它準確率一定會下降 那只是下降到多少 就看你的功力這樣子 你要自己去控這樣子 好 好 原來在哪時間 那等一下呢 我會問幾個題目 然後 大家回答完的話 就可以找 因為左邊有一個 我們Sonia的 這個 來去領這個 貼紙這樣子 今天 我處理 謝謝謝謝 好 第一個題目是 BAR背後的模型是什麼 好 1 2 3 我看 口罩 你 後面這個 你 BAR對不對 好 那你等一下記得 跟我們Sonia來領這個講 好第二個是 胖 如果你要用胖的話 在未來你可以去哪裡用 好 1 2 3 沒有人知道 哈哈 有人舉手 對對對 好 那等一下記得練講 這題目都很簡單 好 這個題 最後這題真的太簡單 可以用什麼硬體訓練 大型元模型 1 2 3 有人舉手 什麼 GPU 好 沒錯 TPU也可以 好 好 三個問題結束 所以等一下可以領獎品 然後最後一個 就是留給 有講真 想要問問題的朋友 有沒有人想問問題 1 2 3 好 有人問來 呃 對 但是你要另外去下中文的 pump 的提示去做這樣子 對 但是目前你 可能如果你要Rotax AI的話 你中文的話要另外申請 所以你應該沒辦法直接用 我們有另外去拉這個中文出來測這樣 但是呢 你也可以在bar上面做 拿到一樣的結果 對對對 對 這樣子 好 好幾個問問題 等一下可以領那個貼紙 貼紙只有六個 所以還有兩個 你請說 為什麼 為什麼 要跟這個 GPT30 3.5 是 是 是 呃 因為我們剛才就問了 3.5多 短期 那他就 是是是 沒錯沒錯 那我們因為就是 比較的場景 這樣子比較公平 所以我們就先拿這個 就比較 沒有一次拿GPT4的版本 因為GPT4有多一個功能 就是他 訓練tokens比較長 inputtokens比較長 然後第二個他有訓練圖片 所以他第三個 就是他理解能力也比較強 好 3.5 3.5 現在就是3.5 我們那個GPT 講的那個3是3.5的 就是現在3.5的版本 對對對 不是 不是 不是3 他答案是對的嗎 對 那就是可能隨機性的問題 真的喔 那可能也有改了 對對 他 很多答案就是 就原來他是隨機性出答案的 所以剛好你那個時候 他是對的 有時候是不對的這樣子 對對對的那個 多次對的機率是高的那個 我們會抽出來做 我們不是做一次就出來 我們會做10次 類似像這樣 對對對 謝謝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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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這樣 他是基於Google社群中心去做 但是現在的做法就是 喔 我們知道那個大群人模型 他Input Token 是有限制的 所以他們現在在實作上面都會把 Token切很多層 那大家知道你只要 你只要中文 只要一切意思就跑掉對不對 所以他有三種切法 在Google官方有說 那我直接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有一種切法就是我把 我把長文本切成一段一段一段的 然後把第一段拿去做 GENAI的生成之後 把羽翼切到第二段之後 再併在一起 在第二次回旋 再併在一起再往下 這是一種切法 好那 還有一種切法就是 他切好幾段 每一段跑出結果之後 做一個類似像 早期那種投票選擇的分數 去算一算他哪一頁 哪一個答案是最好的 再把它跳出來 所以有好幾種切法 現在在上面做 那Google社群 他們為什麼可以取最新資料 他就是透過把這些長文本切成短文本的方式去處理 那所以 Google吧基本上 他會以新的資料 未來會以新的資料去做訓練為主 那 以現在來看的話 他的Google社群的整合還是在另外一塊 他好像沒有整在一起 但是我個人看起來 他的資料還是以最新的再去做這樣子 所以他就沒有回答說 我的知識是什麼什麼什麼時候回答 但 我現在講的都是現在這個是moment 也許在下半年 Deadface的出來 又是答案又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 這個進步很快 Google下半年其實一直在跑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 下半年的 我們其他Google活動的分享這樣子 好 那 最後最後 對 不好意思 最後最後 就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 對中文本想要測試的話 我們有一個API申請 的 的這個 這個QR code你可以去刷 那上面的話 那是因為我個人公司的資訊 所以你可以 選一個叫做GBT GBT的 選項 等一下我把它拉出來 你進來之後 然後你幫我一個忙 就是你留你的信箱 你留你的信箱 然後你的稱呼 隨便 稱呼你可以隨便寫沒關係 但你信箱不要錯 然後你就勾這個 勾這個叫GBT技術代工 你勾這個之後 我同事會跟你聯絡說 我們的PAM 這個測試的那個方式是什麼 測試 然後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去做測試 中文的測試這樣子 我們PAM是中文的測試這樣子 好 這給大家做參考 好 那最後就是 都說完了嗎 好 因為時間差不多了 好 那最後就 這是我的email 非常感謝今天大家的參與 好我們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 好啦 各位同學 那個可以醒了 喔不是 那個 我們 大家休息一下 下一場55分主持開始 好嗎 OK OK